壞小組 我的媽呀 這個煙 哇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怎麼真的被我拍到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中秋節快到了 想必大家家裡面一定會烤肉吧 因為我個人呢 其實非常的喜歡中秋節 因為中秋節除了烤肉之外 還有我個人最喜歡的柚子 月餅 這些都是我超愛的 所以講到這大家應該知道 我今天要幹嘛了吧 沒有錯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烤肉啦 要來烤什麼肉咧 戰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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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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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力 當然不是 日本和牛一整塊 Yang 來自 こんにちは 日本秋天的和牛 今天就是一整塊給它吃到 SSI啦 我現在很興奮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就開始料理它吧 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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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們要好好的對待一下 容我把它立起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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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要打到它 它很危險 大家我現在非常的緊張 因為你知道這塊和牛非常的貴 所以呢我就上網找了很多 就是關於肉柱的影片 然後我就看到其實它們是有一整塊下去 然後這一塊一塊慢慢切下來的 我今天就要來嘗試一下這種做法 當然我不知道我們家的井瓜切會不會香起來 可是因為我現在非常的緊張 來囉…要吃喔 好 我再去 好囉 各位 不要緊張 差不多之後我們先來把它再翻一個面 好香喔 你們有聞到那個味道 Oh my god 雖然說我們的過程非常的令人緊張 但它真的很香 但是呢 你們要知道和牛它其實是會噴的 我不懂我今天就是哪裡來的想法 或穿午休的呢 一切都是非常的Danger的感覺 後邊也燙一下了 對 煙汁不明白 我沒開始放 有啦 很香啦 很香 只是感覺有點可怕而已 我跟你說 我很想錄那個 滋的聲音給大家療癒一下 但你知道 一定要看一下超風趣 不然我們家現在真的會跟到鐵火耶 吃啊 好 完美… 我們現在要把它一塊一塊切下來 好 我現在要切它囉 各位 我先… 你冷靜 你這個煙 我們家是要揮手廚了是不是 這個煙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和牛絕對不能用太熟 不然就不delicious了 這個是… 一定要來切一下 對 這個畫面有沒有覺得相當的熟悉 你又到了被業配的場合了 當然呢 中秋節除了烤肉還要吃月餅啊 你怎麼可以只有烤肉沒有吃月餅 所以呢 我們今天來吃我個人非常愛 致愛的美心 流心奶黃月餅 怎麼很猥瘦 跟大家說 口味非常的綿密 而且它中間呢 它有那種鹹蛋黃鹹香的感覺 然後本身奶黃味又非常的重 而且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微波它 微波了10秒15秒左右 因為加熱之後呢 它那個鹹蛋黃的鹹香更加提升 你整個就是純齒流香啊 完美 然後呢 它8月31號到9月11號 在市府的轉運站 有一個美心的10天快閃活動 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你可以去拍照打卡 也可以去它的透明廣播室 講說你自己是一個歌手跟DJ 當然如果你跟我一樣 要是一個歌手的話就不用假裝了 然後呢 今年還推出了 流心焦糖咖啡口味 然後它其實沒有單售 不過禮盒可以一次買到三種 流心口味的月餅 我個人是流心奶黃月餅的 忠實愛好者 好好吃喔 再吃一個 這個深度有沒有 就是這個深度 它就是一個大保護 你知道咬下去之後那個油脂 就是不啾 它就這樣滑出來 重點是入口即化 各位 咬下去它就直接 它就像奶油一樣在你嘴巴裡面融化 那個油脂炸開喔 我的媽呀 很好吃耶 你幹嘛那個臉 這是一個美妙的交響曲 這是奶油吧 大部分的和牛都是一小塊一小塊吃 這怎麼會有感覺耶 第二塊來了 像我今天在拍這部片之前有洗頭 我看這個油煙我感覺又要再吃第二次了 和牛真的是 別人處理好真的比較好吃耶 自己處理就覺得好熱鬆喔 剛剛我們來烤和牛 我們現在來吃吃看烤月餅 不知道烤月餅吃起來的味道會是什麼樣 我們來試試看 我來烤那個流心奶黃月餅 我個人是有點怕會失敗 我們先來烤看 喔 它沉下去了 有沒有看到它嗎 我現在畫面上從剛剛很大塊和牛 變成一顆東西躺在那裡 覺得畫面有點可愛 就看看喔 烤出來的樣子有沒有很漂亮 就我們看一下 欸 我跟你們說 我們通常吃美金月餅 不是覺得它外面鬆鬆軟軟 很綿密的感覺嗎 可是它烤完之後 它最底部變得有一點點脆脆的 有種奶黃餅乾的感覺 然後再搭配到上面這個 濃郁又鹹香的那個內餡 就覺得有唇齒流香耶 醋流香 配下和牛最需要的就是這個飯了 和牛就是要配飯 我告訴你 你看這樣子 因為它很油 然後油脂很香 你就要這樣子整個把它這樣夾起來 和牛 和牛飯 由於和牛的油脂非常的油 然後你在咬的時候那個飯粒 就會完全沾附那個油脂 就整個 大家中秋節都怎麼過節啊 以前呢我的中秋節其實也沒有烤肉 因為我們家職人很少 所以以前中秋節我都是 在看特別節目 唯一會 特別有中秋節的感覺的吃月餅跟 帶柚子帽 然後 為什麼我覺得講到這裡有點感傷 這怎麼炸開 我是不是應該先把這移開 我跟你說我現在沒有位子切 因為我現在周邊好亂 我現在很疲勞耶 不知道要怎樣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家空氣清淨機 剛剛發出來的是說我們這裡是嚴重的空氣污染 給你一塊啦 我給你們看一下這是我去年的 迪都郎 豬豬人鋼鐵人 是不是很可愛 這去年的盒子我都有留起來 因為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是今年他們的盒子 今年也是復仇者聯盟 也是全體的 是不是很可愛 你看 這去年我吃完的時候一直在想說 這留下來到底要幹嘛 但因為太可愛了 我想說不然還是留著好了 結果它今年就出了這一款 我就覺得天啊 但這兩個是我的啦 我只是給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要抽獎 結束 吃完了 在最後的最後呢 我們就要用我們的美心 作為一個結尾 因為它不是禮盒現在有三種流星嗎 一個是白蓮蓉流星蛋黃 焦糖咖啡 一個是我個人最愛的奶黃月餅 流星呢 你知道剛剛吃完一堆和牛粥 再聞一下這種 這 大家中秋節的時候會吃月餅嗎 你們會自己買還是別人送你 然後就只有吃別人送你的那一盒 我自己呢 是會買月餅的那一種 喝醬 這個是蓮蓉的 我個人其實對蓮蓉的還好 可是他們家的蓮蓉是我喜歡吃蓮蓉的朋友喜歡的 流星焦糖咖啡月餅 這個口味其實我覺得它比較偏大人口味 苦甜苦甜的那一種 但它的苦味在後面慢慢出來 然後到最後就 吃完了 我只能說今天的和牛真的是非常的爆炸 我是說爆炸好吃 但是吃到後面也是滿油的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跟大家說我個人喜歡吃和牛 剩過於吃美牛 但因為今天的和牛 整塊我自己回來可能去油的功力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覺得 喔 比之前的油更油上加油的呢 但還是好吃啦 尤其是在配飯的時候 然後呢後面是吃美心的月餅 我個人其實非常喜歡吃月餅 但因為現在很追求健康 所以吃月餅的量其實會變得少很多 所以我就覺得要吃得精吃得巧 那就一定要給它吃一個重點 好吃的月餅 所以我個人其實真的非常推薦 美心的流星奶黃月餅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買來試試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也先提前預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我是嫦娥 你是嫦 你是嫦 我是嫦 我不是月 月是死亡筆記本的月 夜神月 夜神月沙拉黑喔